其實Omicron BA4、BA5會成為主流 但是香港來說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因為本身香港在第五波 其實推算都要超過400萬人 或者再多一些 是感染了BA.2 那BA.2本身在很多的分析和數據 是對於BA.4、BA.5的保護力 是有一個足夠的免疫力 如果你感染了之後是康復 再加上本身我們那個疫苗接種的比率也都非常高 令到香港本身有一個很高的自然免疫的屏障 或者一個混合免疫的屏障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預防BA.4、BA.5的爆發是非常好的 第二次感染 那個通常那個臨床的情況 的病徵都是更加輕微 甚或乎沒有病徵 所以那個重症 甚或乎是死亡的個案應該是很少 所以就算是二次感染 其實整體的問題是不大 第三次感染 第二次感染 是